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赖清德的表职 目前在基隆市当议长的童子伟 他上了可可节节目 他帮赖清德喊冤了 先来听听他原话 所以他宣布公益信托 那也不是他自己可以决定 还有哥哥 阿伯他们大家 不过因为选举选到这么没有人性 那有时候也不是为了自己 有时候为了这个台湾 其实我在个人情感上面 我是没有办法认同这个事情 他强调他个人情感上面 他没有办法认同这件事情 他觉得从头到尾 这又酸到没人性气了 什么意思 周宇寇讲 选公益他必须要拿出 很隐私的户口名簿来证实 他觉得很难过 童子伟则说 他没有办法接受的是 以前逢年过节 他们家族都会回老家 他说以后公益信托 我们进去还要买票 其实做公益也不一定 如果说你就是不用票进去 你也不用买票 不是嘛 重点来了 重点在于 这样子讲完之后 大家想说的是 你们到底是说真的 还是说假的 好 邱毅现在接着爆料了 他的讲法是说 其实他是掉了 相关的地级藤本 他就强调说 里面时间地点 全部捞出来看 民国93年这边 确实就是没有建物 后来其实土地的所有权杖 他们也发现 是在矿业老板的名下 一直到93年的7月28号 才出现了一栋建物 然后才买卖当中 被同性人士给买下 他就说这可能就是赖家人 好 所以他想问的就是 到底当时 这个事情发生的经过 是不是第一 你现在这个 就是你老家的位置 这个是真的吗 这个是很多人在质疑的 第二 如果当时就已经有这个建物 那你之前有没有申报啊 人家又 这个因为如果说呢 是以美瓶256元的话 大家就讲 可能好像也不太符合 他就直接认为 这是半买半乡送给 赖清德的亲戚 他就想问 这一切真的都有说清楚 讲明白吗 好 对于这些内容 我们其实呢 也有问到 民进党的发言人卓冠婷 那到我们刚刚节目呢 在开播之前 都还没有收到相关的回应 其实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争议 因为我们就必须讲嘛 之前赖清德在镇台 已经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了 很多人呢 会跟他有所往来 也轻易走过 像这一位苏焕智老县长 他就直接强调了 他说呢 当年赖清德妈妈过世的时候 又去念乡啦 那他说 那个时候 他去的时候 确实中幅84号的这个别墅 房子是盖好了 但是呢 他当时去念乡就不是这一栋嘛 那这样子的一个讲法 赖清德进总说 这个叫做为选举说谎 让台南蒙羞 但也有人说 那到底你是要把所有的人 都一起拖下去 还是说你要把话 从头到尾讲清楚呢 好 因为呢 到现在大家都在问 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如果说呢 苏焕智 你们认为他是纯正台派啊 都认证 说你这个讲法就跟事实不同 那到底大家想知道的真相 有没有被说明 甚至网路上出现了这么一个字 民进党的造字 什么 把民进党三个字放在一起 旁边的注音叫做坏 而更多人觉得没有办法接受的是 现在包括了郑文燦 包括了国土署 纷纷出来说话 他们想要知道的就是 你们可以去比对 你们可以去航拍 你们可以什么 但是都说不能够太随意太任意 好像又有一种全党 互议人的氛围 又再回来了 到底为什么不能拆 网路上很多讨论 因为于天也说 随意疲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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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为什么没有 网路上的讲法是说呢 从风水的角度来解析 说这个叫做帝王格局 网友呢 他们直接讲啦 说呢 这个叫做坐西北向东南 然后呢 后面有山 叫做有靠山 那东南位在这边 这边有花园呢 据说这个就叫做 万民永处 因为草木服输嘛 那这边呢 没有位置 那在另一头呢 则是有一个西方的鲤鱼池 这边呢 还有高低差 说这样子呢 叫做妙不可遇的一个 风水布置 真的是这样吗 有经过高人指点吗 但是选举 这样真的有效吗 因为亮哥想请教的是 这间房子到目前为止 他可能觉得公益信托 话题就应该到此而止 但是他们自己的人 纷纷跳出来 帮他抱不平 即便耐轻得说 正在你没位置 您怎么看 这个 这个事情是他自己惹出来的 怎么会去怪别人呢 因为他一开始 就是都打不拢嘛 他还说这个是他亲戚的房子 儿子可以叫亲戚吗 我们查字典也有这样的讲法 只是一般人比较少用 是喔 是 博语词典嘛 我们真的有去查 我们做新闻很认真 好认真 对 我亲戚刚从美国回来 我是说你就是避重就轻 不要让人家联想到是你家 然后后来因为实在是事实 越来越被揭露 然后揭露到人家就发现 那个地方就是你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2009年他申报公职财产 那有土地的资料 没有建物的资料 所以赖清德显然是知道 他建物建号是零动 所以那个没有办法申报 不然你赖清德这个个性的人 怎么会申报土地 没有申报建物呢 怎么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一定是 那个时候的事实就是如此 那个是2009年 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 这件事情事实上长期 现在下来的事实 大家是很清楚了 就是你在那个员工僚处 然后盖了一个新的房子 那是要孝顺母亲的 然后这个母亲就后来 在这里过世 因为他是新潮流 那苏万志人家也是老新潮流 所以也去那边去致意 然后他就觉得 怎么好像地方变了 这个只是他在 结果那个 现在回应他的这个郭亚慧 对 发言人 坦白讲 郭亚慧应该也是台南的 就是真的 真的要这样回应吗 这个苏万志我是认识的 你这样去说人家说选择性说谎 那这个苏万志 他如果真的是被你击到了 他是会出来把所有的事情都抖出来 他事实上讲 苏万志讲的话就觉得说 你这种事情不需要隐瞒 很多人知道的 有需要这样吗 苏万志事实上是一个 就是这种事情 你如果还要跟他这样硬杠 他可能会讲更多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就是你从头到尾 不诚实 然后没有说出所有的事实 所以就人家帮你查事实 开始帮你拼图 事实上所有的那个 所有的那个案子被人家追踪 我们说选举的弊案 或者选举的重大丑闻 都是这样发生的 就你自己不讲全部 然后人家就帮你拼凑 现在还有一个人在认真拼凑 那个人叫邱毅这样 另外邱毅去上了王上志的节目 然后听说是报了一大堆 权状的交易去现场 那就要帮你查出历年的 一个权状的变更 跟这个交易的记录 就是这样 这个东西不经不起比对的 我跟你讲 这个会有越来越多 曾经去过那里的人出来 然后看过权状的人出来 然后你自己申报过的资料出来 就是这样 那我事上也讲过 如果真的这个地方 不是你从小住的公寮 而是另外买了一块地 那你前面演一段 演那一段会不会演太大 所以你在怀念你的父亲 如果这个是另外买一块地盖的 那当然他这整个怀念父亲的神话 就崩溃了 所以为什么他们无论如何要否认 无论如何要否认 可是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是经不起 一些事实的拼凑 然后去证明的 就是说这个地方 真的就是你们原来的家里 那个地吗 然后就是公寮新建 那如果是的话 那为什么2009年里申报资料 只有土地的权状资料 没有建物资料 为什么是这样 那你要回答 然后现在要躲起来了 那帮他帮枪的那些人 根本就不重要 他们都从来不回答核心问题 实际上这个核心问题就是 他要塑造一个总统的神话 说他是矿工之子 他怀念父亲 孝顺母亲这一段是没问题的 可是你说你是矿工之子 那你有帮过矿工提过案吗 有帮矿工解决过问题吗 你当立委 当行政院长 没有看过你对矿工的居住权 提过解决方案 没有 你当行政院长也没有 新北市是2019年出示公文到内政部 也都没有人去盯这件事 就是非都市计划管制用地 要怎么解套的问题 都没有回答一直到今天 所以我是觉得要编神话 一下就被戳破 这种功力会不会太差了 但是这件事情 大家其实到目前为止 如果我们讲选举就是应该在这个时刻 我们用同样的标准来解释所有人的话 宾哥其实大家想知道 真的就是一个真相而已 是啊 其实我必须讲 现在说他拿自己隐私的户口名簿出来 好可怜被逼到这么惨的境界 可是你要知道 要证明这件事情的真位 最没有用的就是户口名簿 户口名簿什么也没办法证明 那是你自己莫名其妙要拿出来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你拿户口名簿出来干嘛 我们比较想看税单之类的 你说你有缴房屋税 你就把税单拿出来 地下税就把地下税单拿出来 你有建屋使用执照 你就把使用执照拿出来 不就结了吗 这件事情马上平息 结果你都拿不出来 拿个户口名簿出来 我也不知道要干嘛 而且实际上 当年的简报里头就直接显示 你户口名簿现在的中服录824号 当年其实不是 当年你爸过世的时候 那个地址叫中服录31号 根本就是不一样 那当然门牌是有可能经过时代转变的 他是有可能改变的 所以什么也没办法证明 所以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拿户口名簿出来 没有人就要拿出来 是你自己莫名其妙要拿出来 然后再来 我觉得这位童子委议长讲得超好笑 他说他如果捐作公益信托 他们家族就没地方住 拜托好不好 这个房子这个空房子 什么到底都没人住 你忘记这件事吗 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 你为什么要派22个人 去守住一间空房子 平常跟我没人住的地方 谁住呢 童子委先生麻烦你告诉我 谁平常会住那他家族他小孩在美国 赖清德自己也不住在那个地方 他家还有谁要住那里 你告诉我 所以你看连他哥哥分割出来85号 都可以租给那些特型 表示他哥哥都不住在那边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谁要住那边是童子委你想住的 不然的话你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 都做到议长了不要信口开合成这样好不好 这样很丢人 我是说真的 我知道你要护航帮亲戚护航理所当然 但是想点有逻辑的 想点说得过去 不要讲这种没人会相信的话 那现在邱怡去把他这些地级成本调出来 我当初就想说 你为什么赖清德不把地级成本调出来 给我们看就算了 结果原来是不能调出来 因为调出来问题会更大 因为一调出来就证明这个 你土地是一回事 你至少那个贱物绝对是空的 因为没有 土地上面就没有贱物 没有贱物就表示他是个违贱 这是非常明确的事实 这没有什么好去争辩的 所以还有什么好硬拗的我不知道 那现在就是说 目前绑子所有人是另外一位姓赖 那这个姓赖的到底是谁 因为我们都说是他儿子 赖半一开始讲说是亲戚 后来就说是他儿子 这真的是他儿子吗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 如果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为什么赖半不赶快说明清楚 就结束了呢 也可以不用纠缠在这个问题 到底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这位赖先生 现在拥有的人赖先生 到底是什么亲戚 而且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 现在所有人并不是赖心得 你为什么可以捐作公益 我前两天在网路上看到一个笑话 很好笑 就有人说他要去把那个 仁爱入某官邸 他要去把它捐作公益 结果那个警察直接就说不行 然后他说为什么不行 赖心得都可以 为什么我不行 因为赖心得也不是这间房子的所有人 他说要捐公益就可以捐公益 我也可以把官邸捐作公益 这个逻辑好像也是一样的逻辑 所以你要告诉我 这个人到底跟你是什么关系 哪一位儿子 他到底同不同意这件事情 不然你土匪 你儿子也成年了 你可以随便带他做这种决定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 整件事情越搞越灰 那苏焕智这个东西更好笑 对 苏焕智有没有可能会记错 有可能 可是苏焕智有讲 他为什么会提起这件事 是严存佐打电话给他说 我们当初去的好像不是这间 是严存佐问他 苏焕智还想起来 对 当初我们去的好像是一间平房 不是这个两层楼的房子 根本不一样 那郭亚会 如果你要去打脸苏焕智 你不需要用这种影射 因为我相信赖清德母亲过世 去的人一定非常多 我相信苏贞昌和党内几个大佬 应该都有去 那你们找一堆人证出来证明 就是在现在中府陆巴斯号这个位置 不就结了吗 何必要用这种影射的方式 我想你要找证人一定一头拉股 为什么不是找证人出来 反而最近我们大家遇到一个 很奇怪的现象 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 人家记者法律问苏贞昌 苏贞昌现在开始不讲话 他不回应这个问题 为什么 苏贞昌最喜欢大推购 那为什么突然之间不回应 突然记忆恢复了 所以我觉得非常奇怪 这到底怎么回事 那国土署就真的不要再丢脸了 因为你平常是用空拍这些去抓人家 结果你现在告诉我说空拍图不准确 那你赶快还人家钱 你罚人家多少钱 你现在告诉我说空拍不准确 这是拜托 为了护航一个赖清德 值得做这种事吗 请教一下拉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赖清德目前的危机处理 有问题了 因为本来只是一个很简单 很单纯的事情 也就是诚实的说 诚实的说有包括什么 这个地方是不是 他从小居住的地方 诚实的说 第二个就是这个房子 到底是不是违建 诚实的说 这个房子现在到底是谁的 诚实的说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 如果都是很诚实的这样的一个说 我想如果有错 那就认错 说这个不是我原来我父亲居住的地方 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但是是在同一条路上 诚实的说 我想这个问题就不大 然后虽然是不同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还是为了纪念我父亲 所以我在也同一个地方 离不远的地方 我另外再新建一个 那问题也不大 然后如果说这个地上物 原本是违建 也诚实的说 问题也都不大 然后既然是违建了 我现在要竞选了 然后要选这么大的官 那我各方面 可能都必须要诚实的 让老百姓知道 所以我愿意代表谁谁谁 而且也经过他的授权 他 例如说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 土地是谁的 房屋是谁的 然后他本身授权给我 有授权状 然后说我们愿意把它 捐作公益 那一切的法律文件 各方面都很清楚 我想这个问题也不大 因为你诚实了 可是问题是 现在的情况是 都是罗生门的 这个房子到底是不是 你原本的出生地 看起来好像不是了 然后这个房子 到底原本是不是你的 看起来也不是了 然后现在不是你的 已经是确定了 因为不是你的名字 土地也不是你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 就整个都好像是 变成涉嫌 在演一场戏了 那演一场戏 演什么戏呢 演孝子的戏 这点我们社会上就很难接受了 我们社会上最不能接受的就是 明明不是孝子 却要演成是孝子 那这一点 我们的社会认知 差异就很大了 原本不是主居地 却要演成是主居地 那这一点我们就觉得 离现实差异太大了 我们越来越不能接受 我想一个简单的事情 会酿成赖清德竞选的危机 最主要的就是一开始 是不是涉嫌不诚实 如果一开始就很诚实 值得你的信 就是信赖的 那这样的话 我想问题都不大 但是如果你背叛了你的信 变成一个不信赖的 那这样的话问题就大了 不信赖 我必须要符合我的赖的信 好 我也赖信 赖自中心来讲话是不是